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参加研究生答辩 今年我去参加北京中央大学的研究生答辩 我就有个学生写的论文 就是专门写一本中医书里头的药粥 专门写粥 粥疗 我们叫粥疗粥养 粥疗粥养 用粥来养生 甚至用粥来治疗一部分的小病 当时我们这个专家一直给他的打分都很高 写得很好 因为这个不能忽略 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医书里头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粥 各种各样的粥 特别是养老 老年人 牙口不好喝什么粥 胃不好喝什么粥 便秘喝什么粥 头晕喝什么粥 类似于糖尿病的表现喝什么粥 这个麻石线粥 解释咱们古术里头本来就有的 咱们刚才讲了麻石线有那么多的好处 所以他值得推荐 那这个粥应该不难熬吧 很简单 很方便 大家看看 就用一个鲜的麻石线60克 加精米100克熬粥就可以了 是后放麻石线吧 对 你说的很对 你要是早放的话 肯定是煮得太烂了 对吧 太碎了 我们先把米淘净以后放上水煮 快熟的时候就像中药的后下一样 这个时候把洗净摘好的麻石线放进去 五分钟 然后放点盐 放点调味的就可以了